王妃谢霆锋复合九年 感情稳定 不久前 还在机场合体高调秀恩爱 相当于官宣了 但很多人都有个疑问 为何谢霆锋兜兜转转二十年 最终还是选择了王妃 一开始桃子也不解 但看了知乎上这个高赞回答 感觉有点意思 有人问 谢霆锋最爱王妃 还是张柏芝 要我说 谢霆锋最爱的肯定是他妈妈迪波拉 这个论断 来源于心理学上的俄迪普斯情节 大部分的男性 都会迷恋和妈妈表象不同 但内何相似的人 这么来看 回望迪波拉的人生经历 不论是对婚姻的理解 还是独立自我的个性 确实都能从王妃身上 看到相似的影子 迪波拉出生就被父母一气 后面又靠自己 将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 22岁时 凭借靓丽的美貌 参加香港东方选美比赛 一举夺得冠军 成为第一代香港小姐 聪明的她 没有像大多数港姐一样投身于影视 而是选择了曝光度更稳定的主持行业 因反应机敏 口才卓越 她主持的节目反响都不错 知名度也扩大不少 之后步入演员行列 有了经验 演起戏来也游刃有余 加上妩媚风情的美貌 迪波拉很快就跻身香港一线女星 26岁 为了艺术现身全裸出镜 在那个年代 作风如此大胆 可见她是非常自我且有主见的人 在婚姻中 也将这样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 谢霆锋的爸爸谢贤 年轻时风流潇洒 是香港有名的情场浪子 在聚会上 对貌美的迪波拉一见钟情 在她死缠烂打的疯狂追求下 迪波拉动心了 但周围的朋友都劝她慎重 谢贤是个满分情人 但绝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人 哪里还有理智 在事业巅峰期 迪波拉义无反顾地嫁给了 大15岁的谢贤 婚后 外界盛传谢贤不能生育 为了破除谣言 迪波拉积极被孕吃尽了苦头 随着谢霆锋和妹妹谢霆霆的出生 谣言不攻自破 此后 迪波拉便隐退娱乐圈 一心以家庭为重 但她的努力经营 并没有让婚姻长久稳固 谢贤风流成性 婚后也没有收敛 投资又屡屡失利 还是赌成性 三年花光4000多万 还道歉一千多万赌债 迪波拉则费尽力气 替付还债 不惜背上与赌王有染的骂名 多次往返澳门求助何鸿燊 帮忙摆平债务 经济上的压力 让两人时常陷入争吱中 但与谢贤离婚时 没有负心汉也没有悲情女 而是用拥吻结束了这段婚姻 迪波拉出身低处 却毫无悲情色彩 不被世俗绑架 也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而这种高度自我认同 和随性洒脱的妈妈 大概率会伴随着一个 崇拜者角色的儿子 谢霆锋曾在节目 讲述妈妈的艰苦岁月 言语间既心疼 但又非常敬佩自己的妈妈 满脸自豪地夸赞道 她是个硬气 并且非常勇敢的一个女生 所以她对妈妈的敬佩 会延续到亲密关系里 继续充当崇拜者的角色 也就注定了谢霆锋会更欣赏 拥有与妈妈相似内核的女生 就如王妃 王妃一直都是特立独行的 对网络上所有的流言蜚语 她从不理会 也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一句 敢说敢做 随性自由 这样稳定而强大的内核 是谢霆锋无法拒绝的 加上15岁父母离异 让她虽然对父母有怨言 却也极度渴望得到关爱 少年出道 却因顶着父母的光环 让她在最需要得到认可的年纪 被观众嘲讽嘻笑 价值屡遭怀疑 内心深处的黑洞 愈发深邃 所以 王妃的出现对她有致命的吸引力 她骨子里的透出来的强大稳定 能给予谢霆锋巨大的安全感 类似于早年跟妈妈在一起的亲密感 是非常熟悉且温暖的 即便中途分手 又各自离婚 最终 两人还是再次携手 回到了当初 谈着不顾世俗眼光的恋爱 经历婚姻与时间的沉淀 他们的内心也更加笃定 谢霆锋在王妃生日那天 拿着吉他深情弹唱 让我们走下去 从天堂到地狱 我也陪着你 在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谢霆锋 有没有结婚计划 他回答 不会结婚 因为这句话 让不少人替王妃委屈 但在桃子看来 这或许是他们共同的决定 两人的感情 早已持久且稳定到 不需要靠一纸婚书来约束 而且王妃有种高度的自我认同感 不需要任何的身份来进行自我标榜 从不强调 自己是个好妈妈 好妻子 谢霆锋妈妈是这样的人 王妃也是 心理学上有个现象 叫早期客体关系的匹配 也就说 一个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对象 和自己早期在妈妈面前 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有关 如果你在生命里 遇到这样的人 那么注定你会喜欢上 所以说 男女择偶的选择 从来都不是在意识层面 对于外在价值的挑选 而是早年客体关系配对的继续 谢霆锋对王妃的崇拜 正是如此 王妃谢霆锋复合 很多人为张柏芝可惜 其实 没有必要 谢霆锋 张柏芝的原生家庭太过相似 都是从小父母离异 父亲是赌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两人 是无法抱团取暖的 而且 张柏芝被他的家人捆绑太深 谢霆锋不仅要给他原生家庭缺失的爱 还要背负对方 大家庭的荣辱兴衰 在这段关系里 谢霆锋不得不充当拯救者的角色 但是这种角色的兑换 他并不习惯 两个人对爱情 家庭的观念 不是互相滋养 而是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 时间久了 自然就会失衡 谢霆锋能在20岁和34岁 都选择王妃 就足够说明 他内心渴望的 能与他保持长久 稳定关系的女人 一直都是内心强大而自洽的人 所以在亲密关系中 所谓合适的两个人 并不单单是外在条件的匹配 更多的是看内在需求是否契合 一旦和自己心理需求相吻合 那吸引力是无比巨大的 或许 这就是王妃谢霆锋 兜兜转转20多年 仍在一起的原因吧 王妃这几年 可以说出了名的低调 即使是穿着打扮上 也非常接地气 每次亮相的衣服鞋子 基本都是几百 上千的都极其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许久没出来营业 所以比较节俭 相比于平民妈妈王妃 女儿李嫣的穿的价格 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和妈妈同在巴黎游玩的李嫣 手里拿了相机 就被网友爆出过万元 李嫣每次出现的衣服 都没重样过 曾经被扒出 某次爸爸李亚鹏 送李嫣去机场时 李嫣当时穿的大衣 就要三万多 手上的行李箱将近一万 从小被宠爱的李嫣 可以说在王妃和李亚鹏 悉心呵护下长大 在她身上花费不少资金 就李嫣如今所读的学校 每年学费至少都要几十万 而且招收数额 还有限制 每年只招250名学生 也就是说 该学校的学生 不是富人就是贵人 当年要不是凭借王妃的名气 李嫣根本进不了这学校 李嫣从小就很喜欢旅游 购物 买奢侈品 很小的年纪 就已经备着爱马仕了 据说她一个人 在国外一年的花销 就能达到500多万 但是王妃如今已经隐退的状态 多年没有出来营业 收入这块肯定少了很多 加上她男友谢霆锋 每年还得支付 张柏芝七千万人民币的抚养费 给两个儿子用 大概率没有太多钱给王妃 再次购物